在這第三點的餐廳裡 有一位農民為了要提供 優秀財政的高潮 所以他特別選擇財政的財政 當時也因爲一帝王 王保祥跟水蜜頂財政的財政來施政 結果政策的財政不太好吃 而且他的財政又比起一般的財政 還要更大顆 兩倍以上 為了提供優秀財政的媽媽好處 第三點有一個原本擔領下江蘇的農民 因爲了解食品安全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性 和他掛心道理優秀財政 比較希望每一位消費者 都能吃到最健康天然的水果 我在過去是當了十多年的社福單位的社工 那我對農業真的也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可是我從服務人的過程當中 加上過去幾年一直看到新聞媒體的食安風暴 那我覺得這個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農業是所有你看我們所有的食物的來源 一定是跟種植有關 所以我就毅然的投入這個有機栽培 在香港來所選擇栽培的巴勒 有包括帝王巴勒、紅包式的巴勒、水味巴勒以及黃金巴勒 可以說都是市民上非常看到的瓶頸 不過也因此所有新鮮的產品 是最多受到民眾的歡迎 那我們的巴勒栽培有好幾個品系 紅包式巴勒 它叫做水蜜巴勒 那這兩種巴勒算是我們田裡非常特殊 非常受歡迎 而且在外面是比較吃不到 那另外我們還有種一個大眾非常歡迎的帝王巴勒 那另外我們有一個一般農夫都不太能接受 不想種那大眾更吃不到的 它叫做黃金巴勒 那因為它是甜度很低的巴勒 它在七分熟之前幾乎是無糖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種這樣好像比較冷門的巴勒呢 因為我們現在人很多都有三高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黃金巴勒 它是屬於無糖低糖的品系 那能夠造就更多人的健康的需求 農民竟標示 他的巴勒一顆可以賣到幾千兩百塊 對一般民眾來說一定是不相信 不過他做五年來 道理優秀財財的過程 他去讓他得到很多消費者的困難 也要出於相信這樣會堅持絕對是真假的 記者挑選 參報道